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4月6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 独家见解 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的处置与中国金融稳定 近期美国硅谷银行和欧洲的瑞士信贷接连发生危机 引发了全球金融系统动荡 在本文中 我用简单、通俗的语言 首先向读者介绍清楚这两个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方式 其后解要谈一下中国金融稳定问题 从金融稳定的角度 可以将金融机构分为两大类 一、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即因为体量大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联系复杂且多 一旦破产会引发连锁反应 造成金融系统整体不稳定的金融机构 瑞士信贷就是属于这一种 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即体量较小 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联系较少 破产不会引发金融系统不稳定的金融机构 硅谷银行就是属于这一类 以上两类机构 爆发风险时处置方式通常是不一样的 对于前一种 不能贸然让其破产 雷曼兄弟就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2008年因为种种原因破产 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处理的方式是收购与成绩 Purchase and Assumption 即另外一个金融机构 将爆发风险的金融机构买走 并承担其所有债务 这样出问题的机构 与其他所有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 特别是债务全部得以保持 金融体系之间的关联没有受到破坏 因而不会引发金融系统连锁反应 整体爆发风险 瑞银收购瑞信 就是这个处置方法 而对于如硅谷银行的后一类金融机构 处置方法通常是存款赔付 即政府的存款保险 如美国的FDIC 负责赔付储户的存款 出问题的银行 直接进入破产程序 资产整体或分块处置 对于中国来说 这两种方法都不陌生 操作起来也都不难 在此之上 中国对于处置问题金融机构 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中国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不是独立的 可以给任何一个资不抵债的问题 金融机构提供无限量的流动性支持 这样至少在一定时间内 掩盖住金融风险不爆发 读者可参考中国贵州省 尊义市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处置方式 这一做法 对于西方国家独立央行来说 是违法的 目前中国有大大小小四千多家银行 事实上 中国的大量银行 由于房地产市场打压 疫情风控经济减速等等原因 不是不存在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的问题 但是成熟的处置方法 加上独特的非独立央行优势 意味着中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 最大限度避免金融危机爆发 然而 这不是无限期无成本的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中国的经济增长 正在经历从投资驱动 技术模仿 出口加工 向消费驱动 创新驱动的艰难转变过程 旧的增长引擎在减速 新的增长动力显然还很微弱 在这个艰难的转变过程中 出现大量银行坏账和资产泡沫 如房价破灭 在所难免 上面的现代金融稳定手段 只能让中国暂时避免金融危机爆发 彻底从危机悬崖的边缘 退回到安全区 说到底还是要靠经济增长转型 或许这也是中国共产党 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 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科技委员会 统一管理金融和科技的深意 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中 股票市场产生一个温和的泡沫 或许是一招满盘接活的妙棋 本文作者千岁里 金融专业人士 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 中金公司大幅削减奖金消息 路透社 在政府再次推动缩小收入差距后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将削减高达40%的奖金 一位资深交易撮合者透露 公司部分员工2022年的奖金将减少三分之二 过去两年 中国投资银行的公司一直在下降 随着中国雇主为响应政府共同繁荣的言论而削减工资 这一趋势还在加剧 然而考虑到近年来的派息水平一直处于高端水平 中金公司的奖金削减幅度被认为特别高 2月的报告显示 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承诺 在该部门消除享乐主义和过度追求危险主义 中金公司寻求大股东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批准更温和的减薪 但其提议不够激进 中国的煤电扩张损害了全球中职使用污染燃料的努力 南华早报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全球能源监测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 由于地方政府将能源安全放在首位 中国去年不断扩大的煤电项目 阻止了全球逐步淘汰现有电厂的努力 只有中国以38%的速度开发了新的煤炭产能 达到366级瓦 而其他地方则下降了20% 推动全球再建项目总数达到537级瓦 增长12% 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议 到2030年发达国家和2040年全球范围内 淘汰现有燃煤电厂的建议相比 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燃煤发电量有所下降 其中大部分新增产能是由中国推动的 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Laurie Miliverta强调 与中国煤炭产量的增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全球需要在限制政策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和执行力度 中国希望印度表现出善意 为记者提供便利 外交部 路透社 在两名驻北京记者的签证被暂停后 中国呼吁印度向在该国工作的中国记者表现出善意 对记者的签证禁令是在印度决定驱逐一名 在该国工作的中国记者之后发布的 持续不断的领土争端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加强对社交媒体和消息传递工具的控制 现在 该国的智能手机用户在注册新的手机服务时 需要扫描面部 该裁军于本周早些时候生效 新法规规定 该国公民在使用互联网服务时 必须使用真实身份 中国政府否认这些举措是对政治意义 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 然而 批评人士警告说 这是对该国陷入困境的言论自由法的又一次打击 乌克兰是马克龙·冯德莱恩访华的首要议程 日经亚洲 法国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将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 提出中国在乌克兰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话题 尽管伊曼纽尔 马克龙和沃尔苏拉 冯德莱恩在中国问题上的公开立场存在分歧 但预计他们将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统一战线 马克龙一直在推动欧盟获得更大的战略和军事自主权 并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而冯德莱恩最近指责北京散步有关COVID-19的假消息 一些国家指责中国支持自2014年以来 一直与乌克兰军队作战的顿巴斯分裂分子 会议还将包括在11月于 格拉斯哥举行的全球COP26峰会之前 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据说中国东道主热衷于加强欧洲和中国在碳中和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 因为中国的目标是减少碳足迹 近年来环境问题一直是中欧合作的重点领域 双方将在2020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预计中欧还将在2020年期间讨论贸易和投资机会以及人权问题 伊朗沙特阿拉伯在中国取得外交突破 数据中心 周四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外长在北京会晤 这是他们7年来的首次正式会晤 在会谈期间 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 阿米尔 阿卜都拉西安和沙特外长菲萨尔 本法汉亲王谈到了重新开放两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可能性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进行了谈判并交换的意见 重点是正式恢复双边关系 以及重新开放两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行政步骤 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一份声明 7年前 当伊朗的抗议者袭击沙特外交使团时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中断了联系 两国支持中东多个国家的冲突双方 包括伊拉克 黎巴嫩和叙利亚 如果成功 这次会议将重塑该地区几十年来一直不稳定的地缘政治 这次会议由中国斡旋 显示出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参与了该交易的联络 德黑兰与利亚德之间的会谈削弱了美国作为中东主要外部权力前客的形象 美国对该协议持怀疑态度 并表示伊朗人是否会在重新开放时履行他们一方的协议仍然值得怀疑两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 伊朗和沙特密谋结束引发地区战争的竞争 彭博社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外长首次在中国会面讨论改善关系 包括重新开放大使馆 联合声明称 双方将消除扩大合作道路上的任何障碍 并发展安全和贸易关系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 但尚不清楚他是否会见了伊朗和沙特官员 会谈确认了中国作为该地区调解人的新地位 在伊朗领导层受到广泛反对和经济危机挑战之际 该地区是重要的能源供应来源 沙特阿拉伯在其德黑兰大使馆因主决一名什叶派神职人员 而遭到围攻和纵火后 于2016年与伊朗断绝关系 两国在包括叙利亚和也门在内的地区冲突中 支持对立双方 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在这些地方 用无人机和导弹瞄准了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 随着中国欧洲和美国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日本仍坚持混合动力 日本时报 尽管日本开创了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的先河 但该国的电动汽车EV普及率仍落后于其他国家 去年仅占新车销量的不到2% 混合动力车的普及阻碍了电动汽车的普及 一位日本汽车制造商遵守该国尽可能长时间维持现状的愿望 推动电动汽车市场的是特斯拉 由日本公司老板Issushi Ikeda推出 他的特斯拉车主俱乐部是该国主要的电动汽车粉丝俱乐部 尽管如此 日本贸易部的一名官员警告称 电动汽车价格昂贵 资源有限 政府的激励力度不大 日本目前致力于轻动力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 该国的目标是到2035年时 所有此类车辆实现零排放 然而日本公司最近提高了电动汽车的生产能力 推出了更雄心勃勃的目标 海外汽车制造商也试图在该国站稳脚跟日产 最近推出了Sekura车型 这是一款全电动汽车 属于日本流行的迷你K车型 这个例子可能会成为小型电动汽车的趋势 因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低里程车辆 马克龙在中国希望乌克兰和平的共同道路 独立的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将敦促中国总理习近平 利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的影响力 在两国领导人今天会面时 促进乌克兰的和平 马克龙和习近平可能会讨论 世界各地的所有重大冲突和困难局势 马克龙周四在与执政的共产党 二把手总理李强会面时表示 然而 官员们还指出 他们预计中国在宣布将对冲突 采取次要态度后 不会调整立场 这些评论是在欧洲和中国之间 更广泛的关系中发表的 由于他们之间爆发的外交和人权争端 目前正经历动荡 日本岸田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路透社 日本手下岸田文雄 呼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涉台问题 强调台海稳定对国际安全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 中国军方的山东航空母舰 被发现在太平洋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 访问美国期间 加剧了紧张局势 中国总理在迎接马克龙时 承载与法国关系的重要性 南华早报 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期间 法国总统埃马尼埃尔 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敦促接触并表示 法国将积极承诺继续与中国保持商业关系 马克龙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开始第三个任期以来 第一位访问该国的西方主要领导人 中国总理李强 会见了马克龙 并阐述了中法关系的重要性 以及两国之间达成的共识将如何有助于规划未来发展 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 冯德莱恩最近访问了中国 已是欧盟的团结 因为他们期待北京在遏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入侵乌克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冯德莱恩警告说 北京如何与俄罗斯互动将决定中欧关系 在乌克兰战争期间 欧盟对中国与俄罗斯不断发展的关系 越来越持批评态度 四个亚洲国家引领美国芯片多元化发展 彭博社 随着活动从台湾和中国大陆等传统中心转移 泰国 越南 印度和柬埔寨成为 今年半导体生产行业的早期赢家 美国对其在最先进芯片制造方面 过度依赖台湾和韩国等海外供应商表示担忧 2021年2月 美国芯片进口额达到48.6亿美元 同比增长17% 其中亚洲占83% 美国官员概述了电子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性 最近的多元化努力包括苹果公司逐渐将iPhone生产 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等地 而传统的芯片封装大本营 如马来西亚 其在美国芯片进口中的份额 已降至2月份总量的20% 半导体是从电脑 电话到家用电器等一切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Signal总裁警告美中人工智能竞赛的风险 日经亚洲 Signal总裁梅雷迪斯 惠特克 Meredith Whittaker表示 中美之间争夺人工智能 AI领导者的竞争可能会通过加强政府监控 甚至假新闻的传播 而对环境和公民自由造成危害基础 谷歌前经理惠特克表示 尽管这项技术被广泛宣传 但只有少数公司和国家有能力创造和使用人工智能 惠特克在东京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 发表了他的看法 摩根士丹利比在中国设立期货公司又进了一步 路透社 摩根士丹利在中国设立期货公司的申请 以获中国证监会受理 中国证监会周一批准了这一请求 摩根士丹利发表声明称 期待在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建立国内足迹 竞争对手银行摩根大通在2020年 成为第一家完全拥有中国期货公司的外国机构 中国税务部门称经济回升态势进一步巩固 路透社 税务总局表示 预计中国经济将在第二季度巩固反弹态势 税收增长可能快于预期 但是他警告说 经济在国内和国际上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 商业部门今年将获得超过18亿人民币 和2616.2亿美元的费用和税收减免以刺激增长 2021年第二季度税收入增长更快 这要归功于去年的低基数和大额税收抵免退税 中国三月服务活动因新订单而加速财新PMI 路透社 财新标普全球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 中国三月份服务业增速创两年半以来 最快从二月份的55升至57.8 其结果是由于新订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导致消费主导的COVID后复苏 PMI数据与上周的官方PMI相呼应 后者达到了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然而整个行业的商业信心跌至三个月低点 经济学家表示 在中国境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金融问题加剧的情况下 增长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尽管受到美国禁令的威胁 品牌仍增加了TikTok支出 金融时报 广告商在TikTok上的支出正在增加 亚马逊 苹果 DoorDash和百事可乐等领先品牌 在该社交媒体平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该应用程序与中国的数据链接 但美国限制的可能性仍在继续 WPP的GroupW和Amicon是继续支持该平台的领先广告公司之一 鼓励他们的客户维持他们的投资计划 移动数据集团Sensor Tower估计 仅3月份TikTok广告商的支出就增加了11% 尽管监管机构和政府施加了改善安全数据链接的压力 但TikTok的全球收入仍将超过100亿美元 根据研究机构Insider Intelligence的数据 分析师预计2023年收入将达到140亿美元 而2022年为98.9亿美元 由于中国政府拒绝出售的立场 TikTok未来在寻找潜在买家方面可能会遇到挑战 虽然一些品牌正在实施应急计划 将广告转移到谷歌和其他竞争对手平台 但广告商的普遍反应继续反映出对该平台的信心 本书《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 深入探讨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巩固控制 并探索了他实施的系统性变革 该书详细介绍了人事布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聚焦26位中国最有权势和最重要职位的人 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中国未来高层政治的走向 这本书在亚马逊上以Tindle电子书和平装本格式提供 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异语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 https-66.WORLD 我们的网站 从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 偏 我们的网站 韩